真的没想到,把粉肠和瘦肉放进白水锅里煮一煮,出锅就是一道老广大小朋友都爱吃的美食,楼下大排档,几乎每家都有这道菜,原汁原味,肉香十足,没吃过的可以试试。 今天一大早花了二十买了一斤粉肠,今天买的粉肠有两种,这种是真正的粉肠,又叫花肠,口感粉糯回甘,这个呢是粉肠头,又叫竹节肠,口感脆爽鲜甜。 我们在买粉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,粉肠里面的粘液一般是粉白色或是浅黄色的,如果里面是比较黄的那种千万别买,那个就是苦肠了。 新鲜的猪肉和粉肠不用特别的清洗,只需用清水清洗干净表面就行,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,可以用手这样一路捏一捏,看它有没有异常就行。 清洗干净后冷水下锅,给它焯个水,放姜葱,白酒去腥,不用煮太久,水开后再煮两分钟就行,捞出来后重新下锅,萝卜呢不用切小块, 就这样一分为二就行,几片老姜,一勺胡椒碎,适量的清水,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煲一小时就行,哇,好浓的肉香味啊。 你看,这些肉已经煮得很软烂了,锅里的萝卜呢用剪刀或铲子给切成小块,调味就简单的放点盐,撒上点芹菜碎就行。 一锅清甜好喝的萝卜汤就做好了,捞出来的梅头肉切成薄片,粉肠切小段,碗里放红葱头碎,用热油激发香味。 家里没有好沙浆的,就直接用这种沙浆酱,用它做沙浆鸡,沙浆猪手和各种白切类菜都好吃,再加勺生抽,好吃的酱料就做好了,做好的酱料就这样直接铺在肉上,就这样做肉呀。 原汁原味,肉香十足,喜欢的你也收藏起来试试吧。